哈喽大家好今天又来看料了 虽然说也是天天来吧 每天看到的东西其实也都差不多 不过一天一逛都成习惯了 我感觉要是哪天不来的话呢 可能浑身都会不舒服吧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找到什么稍微好点东西了 不过试试看吧 老板娘 这个皮球多少的 一个皮球小料虽然说也是鸡雕的吧 不过工艺呢都还不错了 少了点冰透感 虽然说给价也不是太高 但是我突然感觉这个大小就比较尴尬呀 你说要是做吊坠吧 他有点小了 要是做见面的又有点大了 想想算了 这个就不考虑了 这个都上了 这个 这个 16 什么 这还可以啊 差不多是在高中化的组织 工艺方面呢其实也还好吧 16过来后卫都卖光的 这个还是后红的 这样的吗 我想想啊 那行吧 这个你给我吧 我收了 刚收了个山水盘 我感觉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因为那个雕工啊 看起来就很不错 总完就能有空再仔细看一下吧 现在呢 再去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吧 这对多少的 那对一万 这么高的吗 这个其实也就是两块染水的街面而已啊 有点高率 感觉有点吃高啊 不过打风的话倒是看的挺像高率的 因为自然光也是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还差不多了 现在没有新货吗 小的很 你多淘一点来吧 这个无视牌呢 多少的 这个 800的吗 现在现在 新货少的 进不到货 进不到货吗 太贵了 拿回来也就不等 有些人家拿的是拿一小点 拿点小竞品回来吗 啥小竞品 因为小竞品就能够好拿的 拿的不是贵啊 是吧 哎呀 卡这一小点的 你买的还是来贵的 那么贵的 拿回来也不准备 今天的话其实算还行吧 虽然说只是淘了一个 但是能有一个我就挺满足的了 来看一下今天收的这个山水盘吧 其实呢 我也没有细看了 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明显 瑕疵啊 猎文一类的 因为那个老板呢 其实还比较实在了 一般呢 有什么明显的瑕疵毛病啊 都会主要跟我说的 其实我之所以看中这个料啊 也就两个原因而已 一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种水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雕工了 虽然说不是正儿八经的大牌子吧 但这个雕工的复杂程度啊 也是挺高的 他的这个整个的雕花呢 大概是占了60%左右 而且这个线条的勾勒啊 都是比较细致的 总水呢 大概是在高中化吧 一般来说小千的牌子 很少有这种工啊 二来总水最多的 也就是在系络左右了 所以说光看这两点呢 你们估计也就知道 我为什么直接收它了 其实像这类山水盘呢 它很多啊 都是采用那个地裂雕的 至于原因呢 我之前啊 其实也说过的 因为山水盘的这个雕工啊 大都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线条和图案一多的情况下呢 稍微一点点的裂纹呢 其实啊 就不那么人看见了 而这块山水盘呢 我刚刚也是看了很久 就是背部有点棉而已 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了 等回头的话 再给它配一个好干点的绳子 我觉得它手把剑好像都可以的 毕竟这个料子本身啊 也挺厚重的 刚从市场里面出来 时间呢 也不早了 等一下呢 就回家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 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 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 结缘关谷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力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 暂时